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接下來來看蒙古人對上伯伯人 那這場比賽是比賽地圖 那這場比賽地圖蠻特別的 中間很像韜金草 但上面有大量的天空熊 那皇帝也是超級多的 這只要站到中間優勢就很大 那紫色這一方是選蒙古 那蒙古這場地圖其實花費的也很好 因為蒙古前期可以利用這個野生動物 吃這個鹿啊 竹肉啊 高速 得到這個封劍時代甚至城堡 那大概上層喔 直接挖石頭 然後佔這個高調插城堡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蒙古在這張圖 記得也都是打得還不錯 而且蒙古他這張圖也很適合他 因為蒙古本身也是蠻吃驚的文明 他很多兵種都需要打這個 大通車啊還有那個蒙古圖祭啊 還有大肉馬啊 或是這個草原騎兵喔 黃金亮其實也是吃得很兇的喔 雖然他也是可以打垃圾兵 但是垃圾兵就沒那麼強 蒙古還是比較吃 偏吃驚的文明喔 打垃圾兵都不會太強到哪去 只有這個肉馬的血量比較多而已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藍方喔 藍方是伯伯 伯伯的話一開始喔 這個移動速度加10%喔 所以在蓋防守的時候 或是在前期的這個村民移動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在 那伯伯比較特別的是 有這個標槍起兵喔 還有這個落弓喔 可以做選擇 剛好可以count到這個蒙古的馬弓喔 所以伯伯這邊應該是 不難處理蒙古這個文明 但是要小心喔 如果前面搶不到這個金的話 後期就有點難搶 那因為這張有點像陶金草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黃金配置喔 也很少 那只有4塊金加3塊喔 總黃金量不超過7000黃金的樣子 所以這邊如果伯伯拿不到上面的高地的話 就會很難受了 那蒙古也是喔 那蒙古這邊也是金礦很少 好那這邊蒙古打一個高速肉馬 17匹肉馬 已經點封建時代了 上個時間是算得非常早 那這邊直接8人配木 然後其他人全部打獵吃肉 那這邊要趕快存到第一個 軍銀喔 的木頭量 好先蓋一個防止帕卡龍口 可以 欸軍銀沒有要蓋嗎 這邊快要 快要封建囉 軍銀要蓋下去才可以蓋這個馬舊喔 那17匹的話 很有可能是打棒棒或者是肉馬 都有可能 那小公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考慮 這個皮術上去打小公 劉達跟米達一樣 很容易打GG喔 好 蒙古這邊會不會直接 補馬舊呢 欸果然他意識到這個軍銀慢了很多 趕快再拉一串過來蓋這個軍銀 這邊已經探到對手家裡了 看著這個刺口已經在前方 好第一時間下了馬舊 那這個時候伯伯還沒有 上封建時代喔 這就特別危險 我要直接鑽進去 完蛋 哎呀你要直層在那邊偷 因為要偷還沒為死 這樣被繞進來就很虧了 你看他肉馬就會在那邊嚕嚕小小 然後你還沒點織布 他一進來的話你就要點織布 所以你直層濕度又更慢了一點 而且還會被他一直偷打偷打很煩的 對嘛那你現在還是要圍 你遲早都要圍死了 不如一開始就圍死了 對不對 不然就把這邊直接把這裡圍一下 讓他不要從風風溜過去喔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哎唷這個刺頭可能會殺到一村喔 等一下這個村民一直在那邊騷擾很煩啊 好這時候點下了封建時代升級25P上 算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喔 上黑跳城的一個直層方式 OK吧 開槍 哇 死一村 哎呀 我就知道啊 絕對廚師的啊 這個啊 好 那蒙古這邊 赤猴 還不是輕騎兵的關係 所以這個血量不會有30%加成 所以上車毛實在之前喔 這個赤猴的肉馬 不用太大擔心 那蒙古這邊已經看到對手已經圍死了喔 所以這個肉馬也沒出太多 只出了兩隻 就 就 就不出了 就在探地圖而已 看一下這邊 蒙古探視野 好感覺 該探很多探 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好 肉馬被超死 這邊補一個兵工場 四級 OK 直接直層 OK 那蒙古這邊 還沒有點城堡時代喔 很晚喔 好 一級伐木點下了 那有挖石頭嗎 有 欸 那伯伯這裡有可能是要來搶中間囉 通常有挖石頭 就是要來搶中間金礦處 先高速下這個城堡在中間 就可以喔 早點去外面喔 拓展自己的黃金礦 然後阻止對手來換黃金 那看起來還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打法出現 這個流程看起來蠻正常的 但是這個石頭並沒有挖很多 應該是沒有要直接去蓋了 因為如果他要蓋城堡的話 應該會拉七到八個人挖石頭 然後這樣才可以自己去外面蓋城堡絲萬 然後家裡蓋TC喔 但我覺得這樣有點太貪心了 要嘛就是直接去外面喔 先搶一下金礦處 第一次再賣你才會比較好 那只要配六到七個人的挖石頭就可以了 那這邊配石配的算少 所以外面出去蓋城堡石幾點可能又更慢了一點 那蒙古這邊已經上到了城堡石彈 那第一時間應該是會打騎士喔 不然就是草原騎兵 欸 果然是打草原騎兵 蒙古的草原騎兵的血量是蠻多的喔 所以蒙古要打草原騎兵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但是如果庫曼要打草原騎兵 我覺得問題就很大喔 這個血量差很多 這邊血量只有60滴血喔 跟78滴血 整整差了48滴喔 差了很多 但是草原騎兵 比較困難是 他的血量 欸 遠防比較少 跟騎士相比喔 少了一防 所以很怕這個TC喔 還有這個箭塔 這邊先來處理天空熊 天空熊直接被戳爛 而且草原騎兵的造價也非常便宜 而且草原騎兵的造價也非常便宜 所以這裡看起來 出這個草原騎兵算是一個蠻正確的選擇 OK 草原騎兵開始往前衝 欸 沒有去戳房子了 他應該也沒有想要戳進去的意思喔 他應該也覺得戳不到裡面的人 好 那蒙古這邊也開了3TC 但第一個TC喔 是開在外面的 第三個TC才對 第二個TC開在這裡 開在上面的話 就有一個先手的 優勢杖 不一定要先蓋城堡 欸 這個想法不錯喔 大部分人搶的東西 只會想要第一時間蓋城堡 那這個第一時間 把這個TC蓋外面也是不錯的選擇 對手也要花蠻多的精力喔 才可以把這個TC拆掉 偷著車這邊低促打高地喔 可以拖相當多的時間 好 那城堡地洞蓋在家裡 米空這邊似乎有點 荒了 他如果這個城堡蓋在這裡 就很難再去外面搶城 搶中間金礦囉 還是他根本就沒有要搶的意思 直接把礦局留給對手 然後自己開農 然後打強軍士推一波 直接無視中間 然後直接打大本儀 這有沒有可能 這個想法感覺是有的 好 但是草原騎兵的傷害很高 而且這邊草原騎兵有1格攻擊力的距離 所以這邊喔 集火的速度相當的痛 搓房子搓得非常快 可以再把這邊10箱補下 這個可以再蓋遠一點沒關係喔 好 草原騎兵搓進去 但是裡面還是有房子 但草原騎兵攻擊力很高 搓一下將近快60滴血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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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噹噹噹噹 這也是蠻有趣的一段歷史 那時候平衡真的是做的有夠爛 爛到也不行 我記得那時候酷敗這個單位喔 草原奇兵也是二防 然後攻擊也是10 然後還有一射程 但血量比較少 然後黃金樹好像才比 欸比騎士海平一點點喔好像五十幾塊六十幾塊的樣子 草原奇兵那時候真的是有點太過強 好像不是耶 黃金好像那時候也還三十幾塊四十幾塊的樣子 好像也是很便宜 重點是防太高又一共射程 真的是不好處理喔 這個太容易擠火掉了 好 總之喔那時候的草原奇兵跟果一樣 沒有人打得贏草原奇兵 但是現在草原奇兵算是比較合理一點 遠防跟近防都有降低 那時候我們還一直想說 靠這個草原奇兵新奇兵單位出來 原本騎士要怎麼活對不對 其他的歐洲騎士沒有草原奇兵人怎麼打 本那一場每一國都一定有玩這個庫曼的人出現 打打的人反而比較少 庫曼會比較多是因為他封建時代就可以開TC喔 所以打團戰阿或是彈跳 大家還不太會熟悉 封建時代打雙TC的克制方法 所以那時候庫曼恨行天下的雲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蒙古蓋城堡高低堡 蓋裡都出來好好防守 應該沒什麼問題 殘血的草原奇兵直接進城堡補血 但沒有點草原治療 所以這個如果要補血也要補一段時間 那伯伯這邊3TC開下村民也只領先石村而已 那這邊已經損失掉了自己挖 中間黃金的機會 那要怎麼強奪黃金呢 這邊還有BK 這邊也不能偷挖 這邊偷挖可能要被這個BK砸 好這裡怎麼看喔 唉唷這裡 沒砸掉嚇死我 這裡怎麼看 感覺伯伯有點慘 好落宮開始秀 那出落宮的話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方的蒙古突擊喔 因為蒙古突擊是非常害怕落宮的 落宮打馬宮有額外傷害啊 那這裡要怎麼打 對蒙古來說是一大挑戰 現在蒙古有這個黃金礦的優勢喔 可能用錢砸死對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手下這個高地 兩隻天空手直接倒地 這邊想要來殺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草原騎兵上籃想要督 但是高打地沒辦法一發集火掉一隻 頭車直接過來硬砸 砸不掉先殺村民 集火一發一村 OK草原騎兵健壯想要上去頂 但蒙古突擊也過來 城堡蓋好了 這邊只能撤退 好這波攻防戰 波波只能稍微殺在自己村 看來還是要去打大門贏喔 去突襲一下他的本陣比較好 好黃金再挖最後一塊了 這裡要挖完了 這個地圖最困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不然就是要去撿銀機了 但銀機也沒辦法獲得非常大量的黃金 也是蠻困難的 不然就是搶他家裡喔 直接來這邊 然後蓋城堡有沒有 蓋這個高地或是直接蓋這個地方 直接搶一下他的金礦 既然你挖中間的 那我就挖你家的 我有看過有些高手 之前有這樣打過 因為敵方把所有城堡都插在中間了 所以家裡城堡一動都沒有 這時候一直用寶吹的方式 慢慢推進去 然後家裡插一座城堡 好像這樣子就守住了 但看起來Nikon 是沒有打算這樣做的 他這個村民沒有往左邊拉 或往右邊慢慢偷渡過來 所以蠻明顯的是 沒有想要直接直攻對手的本陣 這樣讓蒙古可能會有一段很好的發展時期 沒有傷到他的大本陣 也沒有挖到對手黃金 中間黃金會讓給對手 那這邊三城堡一出來 這之後要挖到黃金真的是有點困難了 好,蒙古這邊點帝王時代 而且這邊還是優先擬控上帝王 好,串民宿目前差距大約17-18吋左右 好,這邊時候再繼續挖 而且這邊凝空也沒有撿遺跡 他看起來是要孤注一職了 連遺跡都懶得撿了 現在看到三個遺跡的位置 好,那馬公蒙古圖祭這邊出了 但蒙古圖祭要小心一下弱宮 弱宮很恐怖的 好,那兩邊都在探索如何擊敗對手 看起來有點困難 這邊要怎麼打進去都很難 這些都已經為死了 弱宮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好,上了到帝王時代之後 不知道伯伯會打出什麼樣的戰術 目前蒙古出了強力護腕 看來還是要打這個蒙古圖祭 哇,這兩個超強馬公國 做一節算是蠻少見的 人在比賽看到相當不容易啊 好,但是這邊蒙古還沒點彈道學 這個城堡射得很歪 欸,還是射到一隻弱宮 好,巨型投資機開閘了 但是這邊好像是低促的關係 城堡血掉得非常快 高打低的傷害就是特別的高 完蛋,這個城堡直接白給掉了 修也修復好 巨頭一出來 現在要反擊可能也來不及了 可能只能棄手城堡了 三巨頭一出一炸 吃吃巨頭了 好,蒙古彈道學跟化學同時點下 他是兩個大學啊 雙大學 研發科技啊 好,蒙古圖技一色 建築物閃很高 塗個擊發 直接點掉一台巨頭 當然巨頭這邊還是很劣勢喔 畢竟自己是在低促喔 被砸到還是有額外增傷 最好是不要再繼續硬打了 哇,這弱宮也被砸到 村民也是被大量砸光 趕快跑 唉唷,差點砸到 好,第一波交戰 看伯伯這邊大獵 第二個城堡補在黃金礦門附近 這邊想要把這個遺跡圍起來 這邊防守加力 看還沒有開始撿遺跡啊 他已經真的是不打算撿的感覺 好,弱宮這邊稍微射一下 想要秀操作 兩邊都秀操作 唉唷,但是這邊 敵控好像有點慘喔 這個伯伯被秀了一波 明明是弱宮 康特馬宮 但是卻好像被蒙古土器康特了 對方射速比較快 然後還用操作稍微抖動喔 鼓勵了一些箭矢 好,兩邊的血量都慢慢掉落 但這邊蒙古土器有個高低優勢 但是弱宮還是康特馬宮 所以看起來傷還是弱宮比較痛一點 哇,弱宮這邊硬吃傷害 標槍起兵也出來硬扛 好,三級防也好了 欸,標槍起兵居然也有點喔 但還不是精銳了 我記得這個標槍起兵是可以升級的 好,那標槍起兵呢 只要把它想成是騎馬的戰毛兵就可以了 呃,當然啦 食物消耗也是比較多一點 但是標槍起兵的好處喔 就是移動速度快 而且血量也比較多 一隻標槍起兵有70滴血 真的蠻硬的欸 打這個馬宮真是還不錯 欸,但是這個巨頭好像被修回來了嗎 這邊用巨頭吸傷害 蒙古土器直接硬射掉 哇,這個外傷害真的蠻高的 欸,右邊這一側城堡居然掉了 沒有東西過來防守 哇,越看越慘啦 這個蒙古土器 完蛋,右邊這邊村民很多人在伐木 蒙古土器過來的話 怎麼手 家裡沒有更多的標槍 這裡到處都是洞 很多Holy shit 好,四巨頭,五巨頭開閘 哇,還是高地巨頭 這個城堡又要美 好,落宮開始往下 跟加上一些標槍起兵 想要在下面 出一個破口打 但是這邊中間沒有城堡的加持 有點危險 拉了非常多的伐木弓 到了後側去伐木了 這邊要來挖很多的石頭 想要來反擊 然後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跟一般的 淘金草山真的不太一樣 這黃石頭怎麼那麼多的感覺 這裡又有石頭 好,但是這邊博國 家裡開始在受騷擾了 開始在弄對手 這邊標槍起兵出來防守 雖然城堡掉了 但標槍起兵對蒙古還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這邊用落宮加上標槍起兵 還是這邊草原起兵過來防守 以及防點下 好 好 標槍起兵 沒辦法對 空城器造成大量傷害 可能有點難打 啊 這裡的伐木弓都要跑了 好 這邊一個對射 魔國突擊的血量 掉的不算很快 因為這邊有高地 傷害被吸了很多 但這個巨型頭司機 還在爽爽的砸 好,明通這邊出了一些肉 想來擦 對方的工程器 想用騎兵 專注打對方的一個 單位 唉唷,這邊草原起兵過來 直接被射光 沒有二級防 草原起兵 直接倒光 但是蒙古這邊 聰明樹降得很快 只剩96村 正面看起來 標槍起兵還在撐一會 對 明通這邊的聰明樹還不錯 還有120村左右 但是這邊中間的 蒙古土器 數量非常的多 可能有點打不太贏 對方一個五線黃金 32人在挖金 超級多 那這一頭工兵沒有餘力可以控了 家裡已經BBQ 蒙古土器已經繼續 已經掠奪了 巨頭也在拆右邊的TC 這一盒巨頭應該是拆掉了 但是 後面的草原起兵一直補過來 有點難受 但是草原起兵也怕箭矢 哇 遠防太低了 只有1而已 好 三級防點下之後 就有一個不錯的效果了 我是說伯伯這裡 伯伯三級防 因為伯伯現在沒有三級防的關係 這個打巨頭有點困難 那蒙古跟馬弓啊 都是有點比較尷尬 都沒有三級防 所以 這邊草原起兵 遇到被草原起兵 可能還是有點難擋 擋不太住了 好這一坨弱弓 然後草原起兵 加上 蒙古土器直接過來硬解 哇 血量掉得很快 蒙古土器殺人很高 草原起兵 看來是扛住了這一波 草原起兵的血量 已經來到了98滴血 欸這個是還沒有生精銳 草原起兵吧 我記得草原起兵可以到118滴耶 欸是有錯覺嗎 他怎麼好像沒有升級的樣子啊 欸這個 看起來血量 不太正常 好 這邊左右兩邊都派一隊 來進攻 欸唷 這邊直接漏個大洞 但是沒有關係 本隊已經過來防守了 好 蒙古土器直接開打 好 果然是沒有點精銳 精銳在草原起兵 點下之後 血量跟騎士差不多的血量 然後殺傷力算比騎士少了一點 但是他的造價很便宜 黃劍只要40 那騎士75 基本上是可以出兩隻草原起兵的 那騎士只能出一隻的狀況 所以草原起兵就是要以量取勝 不能以質量去打贏對手 那專輯之後草原起兵就有點像雀靴了 然後這個 戰馬凱 真的蠻像雀靴的 那也會拿那個長槍開督 好 打不贏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 欸 也是 開始用力嘟了 我嘟到這些弱蟲不要不要的 三打三 沒嘟殘血了 哎呀 還是嘟贏了 好 那回到這邊 這邊戰場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唉唷這邊在追逐 這邊抓到了 直接抓包 被動隊直接被射爆 這時候點下了精銳 標槍騎兵的升級 那這邊標槍騎兵 能力會再更高一點 攻擊會再加1 射程好像不會假 就是還是會假 有點忘記了 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個數字會有什麼變化 原來標槍騎兵 是薄薄的特有單位 其他文明是不會出得到 所以他的數字我一直 沒記得很清楚 我只記得他 真的是超強版的戰毛兵 跑速派血量多 遠防一樣高 這邊騎兵直接上來硬砍 好 升級好了 攻擊力加1射程沒加 嘿嘿 真的是這樣子喔 看來我沒記錯 好 加1攻然後射程不佳 遠防也沒增加 血量多個5滴血 70dB也75 那這個標槍騎兵 就還算不錯了 這個數字 重點是不用黃金喔 看來伯伯有可能有預測到 他自己 不會搶到中間的黃金礦 想要用這些垃圾兵 去淹死對手 可能是這樣的想法 那蒙露的想法 也甚至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我 既然我搶到中間的話 那我就用大量黃金兵桶去壓死你喔 兩邊都是用一種 簡單的思維 我用垃圾兵 我用黃金兵 用錢壓死你 跟用垃圾壓死你 這個黃金 幹你是不是 欸這個 欸這個洛瑪怎麼 欸 卡住了 完蛋 草原騎兵直接上來硬搓 這邊標槍騎兵 這一波看起來是要送光了 輕騎兵根本沒做到事情 全部送了 標槍騎兵也是 完了 蒙古這邊大轉 本來這邊 伯伯好像還有機會 但收掉那一波部隊 可能家裡會BBQ啊 但好險這邊輕騎兵 還能再升一下 三反趕快點 才比較能扛得住 蒙古突擊的一個傷害 那伯伯他的馬舊 單位也是很便宜 如果可以多出一點肉馬 或是 再多出一點肉馬的話 還是比較有好處的 好這一波進來交戰 看能不能打 喔欸 雙城堡硬壓 但是草原騎兵數量很多 基於用一格的優勢 直接上去群體集火硬頂 蒙古突擊優先點下巨型頭 第3台巨頭直接硬爆 但是後面的交戰騎兵射速 由於很慢的關係 所以蒙古突擊並沒有損失非常大量 現在還是有26隻的蒙古突擊 而且這邊草原騎兵的數量有點誇張 草原騎兵的優勢就是以數量取勝 並不是比質量的 哇 那這樣子看起來波波 有點慘了 有點快越來越打不贏的感覺 王金還在爆挖一波 這裡又派了一個新的分隊過來 來挖石頭 蒙古這邊早就已經斷死了 但這邊斷死也沒關係 反正黃金多嘛 石頭用買的也可以 但是這邊波波一直想要用其他方式 想要突圍 正面突圍不成 可能還是要去找 找洞打會比較好 例如在右邊 蓋一些馬舊 都得偷去投對方村民 但是這邊蒙古早就有所準備 四隻草原騎兵在追 金銳草原騎兵是124滴血 好 我這一棟城堡掉了 哇靠欸 金銳草原騎兵 攻擊力15 遠防3 血124 還不錯 好 正面看起來巨頭 稍微擋住了 等著蒙古圖記 跟正面部隊回來回防 這個城堡應該可以稍微狗一下 好 好 那博博不要用騎兵 加上肉馬的攻勢 但肉馬這裡有點慘 還要點下這個 血氧力輕騎兵的升級 但應該也是升不了 因為沒有黃金啦 那個黃金量需求也是非常高的 這座城堡掉了 還能繼續打嗎 挖 挖石頭還被抓包 直接本隊回救 大量馬攻到後面輸出 高打低 肉馬直接被射爆 草原騎兵補了上來 草原騎兵 加上肉馬 但是草原騎兵現在感覺有點無雙 這邊草原騎兵也是吃垃圾兵的兵種 打肉馬跟 兩騎兵都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好 那這邊伯伯打出了GG 哇很慘啊 這邊 草原騎兵真的有點猛 會是蒙古的草原騎兵 血量多CP值高 一直出一直爽 看來他經濟吧 應該 伯伯其他志願贏 但是黃金輸 果然是這樣子 蒙古爆挖黃金喔 多挖一萬黃金 直接大傻幣喔 用錢淹死的對手 明明擬控這邊 分數是比較高的喔 經濟分數 但還是被擰壓了過去 整體分數 他靠了單位喔 這個蒙古突擊 將上草原騎兵 精銳部隊 重創了這邊軍事的分數 所以軍事分數被拉得很高 但經濟這邊就不怎麼樣 但是伯伯經濟是比較好 這邊蒙古看起來 沒什麼問題 但我覺得上去開TC 這個想法還是不錯的 而且是很早期的 時間點就開了 那開下去之後 石頭也沒有斷 然後馬上補下第一個城堡 不鎖好中間這個戰術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原來之前的玩家 之前都不會有這個想法 不然就在上面查箭塔之類的 直接上去查TC好像也不錯 然後先利用城堡時代一段時間 去出這個草原騎兵壓制 讓他第一時間也沒辦法出來蓋城堡 我覺得這是蒙古 中期算是打的一個 不錯的一個方式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